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基础组件的使用 首先呢 还是先把我们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先给它处理一下 不用的 我们先去掉 保存一下 那什么是基础组件呢 像我们之前一直在用的一个Viv标签 这在我们UniApp中呢 它属于一种基础组件 基础组件还包括什么内容呢 比如说我们要想去表示一个文本 我们可以用test test去表示我们的一个文本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写一个UniApp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去写一个Viv保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你会发现我们的UniApp跟Viv 我们是在一行的 我们有没有想到什么 是不是跟我们在Web开发中的span表现很像 它是一个行列元素 那么这个Viv元素呢 相当于是在我们Web开发中的Div 相当于我们是这个标签 它是一个会计元素 它会占据我们的一整行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输入一个Viv 我们写上UniApp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一个Viv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发现我们是占据两行了 我们实际上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元素 你会发现它是占的是一整行的宽度 所以说我们的Viv呢 相当于是我们Web开发中的一个Div表现 它占据的是我们的一个一整行的元素 而我们的test呢 我们再写上一个UniApp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Viv的值 现在我们再去审查一下元素 你会发现 我们最终H5编译出来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SPAN标签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组件 我们来去我们的UniApp官网 我们搜uniapp.dcloud.io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基础组件都有哪些 我们点击组件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所有的内容 都属于我们的一个基础组件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视图容器 刚才我们一直在用的一个Viv标签 它是一个视图容器 视图容器有哪些属性呢 有一个HOWER CLASS 就是指定按下去的一个样式类 然后我们切换到我们的项目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HOWER CLASS 是什么呢 我们给它一个ACTIVE ACTIVE我们去给它指定一个样式 我们在这里呢 写上我们的ACTIVE 让我们给它一个红色的边框 BoulderEPSRED 我们红色的边框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项目中 可以点击 当我们去按下鼠标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一个红色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HOWER CLASS 这里的其他属性呢 我们就不详细的每个都去解释一遍 同学们呢 自己去实验一下 然后我们讲一些一个常用的 我们的一个SchoolWale 一个可滚动视图区域 这里呢 我们有很多的属性 我们现在去做一个区域滚动 我们来写一下 然后我们输入YOU SchoolWale 然后可以我们直接选择第一个 很方便的去打出我们的一个代码块 现在呢 我们的School-1是True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垂直的一个滚动 那么我们现在呢 去给它循环一个列表 V-4 V-4什么呢 Atom-in 我们印100 然后去把我们的一个值打印出来 然后保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可以看到呢 当前我们的SchoolWale是没有生效的 因为它会把我们的整体高度撑开 所以我们的SchoolWale呢 需要给它去指定一个高度 使用竖像滚动时 需要给SchoolWale一个固定高度 通过CSS设置我们的一个高度 那么我们在这里给它一个类名 我们就叫Hat Hat呢 我们在这里给它一个高度 高度呢 我们给它一个500px 然后我们去给它加一个拱缩的边框 方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再回来 然后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500高度 现在我们去滚动 是可以正常的去滚动我们的代码的 同时呢 SchoolWale会有很多的一些属性跟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属性呢 SchoolTOP 我们可以设置数项滚动条的一个位置 SchoolLeft 当我们是水平滚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滚动条的位置 然后呢 SchoolIntoWale 我们可以跳转到指定元素ID ID不能以数字开头 设置哪个方向滚动呢 我们就可以滚动到哪个元素 同时呢 我们会监听一些事件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一个atschool事件 就是滚动时触发会给我们返回我们的一个滚动信息 然后我们去写一下我们的school事件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事件 我们at atschool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school 我们在我们的方法里去注册一下这个事件 同时呢 我们的事件给我们返回一个值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具体的去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阴密 当我们去滚动的时候 注意看 我们的控制台 会相应的去打出我们的一个滚动信息 在这里呢 有一个detail 我们的一个高度 我们的一个宽度 这些呢 全都会给我们返回 这样呢 去方便我们做一些效果啊 或者去实现一些功能 很方便我们的使用 这是我们一个基础的 一个滚动试图的一个基础组件 然后其他的呢 同学们自己去实验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下面的有一个表单组件 表单组件呢 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一些button啊 checkbox啊 像一些input啊 picker啊 像这些 我们主要使用一下button跟inpu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基础组件 怎么去使用呢 之前上节课 我们基本上已经 一直在使用我们的基础组件了 比如说button button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标签里 去写上我们的一个内容 点击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事件 事件叫什么呢 事件我们给它一个input 然后呢 在我们的下面 我们去实现一个input input的呢 会有一个value值 value值呢 在这里我们就叫value 然后去定义一下我们的一个value 在这里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值叫hello uniapp 保存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input的时候 我希望把我们的一个input值 替换成我们一个其他的一个值 我们把这个没用 我们把它替换掉 这次点value等于什么呢 等于hello vee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现在呢 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是有一个input的一个输入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内容全都删掉 默认呢 它会有一个value value value现在为什么显示的是一个value 而不是我们去定义的这个值 是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当前呢 value给我们解析的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传 我们如果想去使用变量呢 我们前面必须加上一个冒号 或者呢 是v-v 这样的才可以 那这里呢 我们就使用冒号value就行 或者呢 我们使用vue的一个独特的方式 v-mode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value 这是一个双向保定的一个过程 我们去把我们的这个值打印一下 当前的值是 然后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valu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点击按钮 当我去点击按钮的时候 我们的内容变成hellovue了 然后下面我们去输出的这个value呢 同样的也变成hellovue 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1,2,3 下面的值同样会会改变 所以说呢 我们的v-mode是一个双向保定的 只要我们的这个值去发生变化 那么同时呢 它的内容也会跟着一起去变化 它的一个具体的原理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去深究了 还是感兴趣的同学呢 我们可以去自己了解一下 因为本节课比较基础嘛 我们不会涉及到这么多高级的内容 这些呢 就是我们一个基础组件的用法 基础组件呢 我们还是去看官网 这里呢 会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组件 基础组件在我们的文档里呢 说的也很清楚 而且它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文档呢 我们有哪些属性 然后有哪些事件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快捷的去使用我们的一个基础组件 然后快速的去构成我们的一个页面布局 我们的一个页面显示效果的 这些组件呢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去找到 包括我们的一些媒体组件 包括我们的一个地图显示 我们Covs的一个画布 这些内容呢 我们都可以很快捷的去使用 这里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那就是同学们呢 在课下把每一个基础组件 我们全部呢 跟着文档自己去实验一遍 如果在使用哪个组件出现问题的时候 欢迎同学们来找我咨询 然后我会帮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下午 Zach 我们下午的课程是 我们下午前去 区别义 我们下午前去 我们下午前坐 我们下午前坐